国内疫情持续升温 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还有诈骗集团 利用防疫搜集匡列名单的方式来骗取个资 有民众在网路上分享 日前接到了自称卫生局人员的来电 表示说他在匡列的名单之中 需要核对个人的基本资料 对此指挥中心也提醒 可以反问对方自己接触者是谁 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接触到来分辨证位 疫情升温 卫生局人员异调都会打电话 和民众确认资讯 没想到竟有诈骗集团看准这点 想骗取个资 有民众网路po文表示自己刚接到电话 说自己在匡列名单内 要核对身份证字号等个资 之后卫生局会再和他联络 索性民众基金打去卫生局求证 才发现诈骗 觉得我应该不已有他 我应该就会直接给对方 你再收到那个讯息的当下会很慌乱 你有可能会被骗 今天是长辈好了 接到这种电话 他们可能不熟悉网路 然后不知道这是诈骗 就把自己的个资报出去 如果碰上这样的诈骗情形 指挥中心也教你反制方法 做疫调他就是一定是知道说 你可能是跟这个 接确认者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间 那其实你反过来问他的时候 他就无法回答 疑病管制署的一个表示 不会请民众提供相关的账号 以及汇款 个人的账号是你个人重要的资料 千万不要给任何人 新市局强调自五月中开始 已经接获130多件防疫隔离诈骗电话 中国疫情严峻 诈骗集团确然这种时候 使用新型诈骗手法 狂骗民众实在不应该 记得邱玉婷张志亏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